新姐弟被损家中14年 靠电影看世界 模拟电影黑暗骑士经典场景 对他们来说不只是好玩而已 我做了什么我都可以 以为这个世界变成真实 安格罗六兄弟和他们的姐姐 住在繁华的纽约市 生活却无事隔绝 他们的父亲来自秘鲁 有控制狂 认为纽约市会污染他的孩子 把他们锁在家里 由母亲自己教育 他们只能靠电影在虚实与真假间 想象外面世界 足足看了5000部电影 他们长大后发动家庭革命 推翻父亲高压控制 2010年女导演莫塞尔 在街上看到这奇特的六兄弟 好奇上前攀谈 得知他们曾遭到软禁 以及与外在世界脱节的人生 把他们的故事拍成纪录片 狼群上个月在美国之舞银展 拿下大奖 这些男生 都很高兴奋 认为电影 而且他们能够得到 有机会去《Sundance》 像是他们的梦来的 真正的梦来的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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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